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之前我们先念十声符号 然后再来回去上一周我们习讲的内容 然后才到今天的正题 请大家一起念十声符号 阿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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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感应片 上一周我们介绍了这个太上感应片 迪伦所移造的本质 因为来澄清 因为这些迪伦现在是学生 不敢自己来 然后也一定要根据祖师们的开始 然后迪伦依据的就是英光大师的序文 还有英光大师徒弟李秉兰老居士的序文的序文 然后当然有镜空老和尚 就是他早年1999年讲的影响在里面 因为我有听 有听一点 所以帝伦士先澄清这个来源 然后上一周我们讲的这两位大德 为什么要介绍太上感应片的起因 那起因我再重复就是 英光大师是需要 是觉得我们佛门的弟子 尤其是佛门弟子 必须要从顿伦经分 鲜血存存 就从格物置之 就是说把自己的欲望控制 然后能把自己的良知推到极限 推到无量无边 先要把自己的贪嗔自慢 以放下 然后再才能让我们自己的良知 呈现出来 而这样的一个主轴 我们就要依据太上感应片 还有辽凡视讯 他有介绍辽凡视讯 民国初年 那时候 也是有介绍太上感应片 还有辽凡视讯一起的 还有余静音工应该也是有 都一起和刊出版 印了很多册 比佛经还要多 这一个佛门大德被公认的 第四三组 金钟 第四三组 会这么做 就真的是有他的意思 有他的重量 那再继续他的 其中一位学生 就是利比良老居士 他就 就是依据 英光大师的教法 学嘛 就是他学生 然后他就 也是一样 说为什么要太上感应片 除了跟 英光映竹讲的 就是一样 他也在加 我们当今学佛人的 好高 高谈扩论的毛病 不切实际的毛病 谈学说妙 结果 能不能 把握自己生死 了不了的 就不懂 学佛如果不为了生死的话 那就不叫学佛 不是说大家不能学 就是说不是重点 就好像去咖啡厅 不喝咖啡 有点这样的感觉 不是说你不好 不是说你一定是不好 走不喝咖啡 但是来这边 就是为了喝咖啡嘛 你就要喝 如果你不能喝 那不用紧 那就是不是重点 随佛就是为了了生死 第一步 然后才广度众生 所以 我用这个方法来比拟 有点不恰当 请多原谅 但是 李老师 李师公 他就说 就是很多浩涛高堂扩论的 而他把这个高堂扩论就是 所知障吧 他把它还比成那些完全不知道 有这一种道德教育的人 还要厉害 还要严重 这个病啊 终身病 还要严重过 不知道的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 就是先从已经知道 然后开始相信 想要走上这条正路 他说这一个就最缓 因为他说印这么多册 他就继承了印主 他的做法 就是继续印 把供养 用来印这些书 他就说 其中印书的这位居士 他就问 李老师 李师公 李师公就说 其实我觉得 他就问这个印书的人说 你觉得第一个要送的是谁 就是说送给那些已经相信的 肯去接受的 有概念的 他说那个不是最急的 还有一个更急的 就是不懂的 或者是没概念的 或者不信的 不懂的 你至少让他懂 所以他说 还有比这个更厉害 就是自己以为懂的那个 那个才厉害 就是说 自以为懂的 觉得这一个是外道 还是不予 就是写见的 不予 不必要去听 因为他这个不是 他没有标榜佛字 所以就是学到这样的程度去了 这个对我们华人学佛的 这个 这个必病 就很多 因为我们 集成了千多年的 古字 时间长了 留下来的毛病就多了 不是不好 这个也是一个遗产 但是遗产要 要用对啊 用不对的话 人家还讲明星啊 一大堆 结果出不了 出不了世界了 所以反而有时候 去看到别的国家 才刚接受的 就是近百年 才接受佛门的 反而还淳朴一点 还单纯的接受 那我们要好好的利用 我们这个文化遗产 那我跑回重点了 就是说 道坛霍伦 他全说妙 结果没有真实 真修实干 所以这个因果 就一定要 更强调了 甚至还比伦理的教育 还要强调 因为大家对伦理的概念 不强了 然后老和尚 给一个很恰当的比例 不好意思作恶 是伦理教育的目的 不敢作恶 是因果教育的重点 而不敢作恶 比不好意思作恶 肯定强 但让你不敢 不管你想怎样做 就是不管你 再忍不住想做 你一听到那个后果 你真的不敢了 那恭喜你 第一步 踏上去了 然后你就后面 就是自由更好 不会更坏 那我们回到主文 上一次我们 讲了第一个 开宗明言 开宗明义 就是把这个整个 太宗感言篇的宗旨 讲出来 我们佛门讲经 也是有说正宗篇 序篇 正宗篇 然后流通篇 那我们也尝试 用这种方法来了解 因为这个毕竟是 道家经典 但是他没有离开 佛要教的意思 三应得三国 二应得二报 不是不报 是成为道 就是三有三报 二有二报 讲的就是这个而已 趋吉避凶 就要依据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讲了 他的开宗明义 开宗明义 迪伦要澄清这一点 抛欠 因为迪伦功夫没有下好 上一次讲的很糊涂 这一次经过了 前一个英文的讲习 反而他翻译 帮助迪伦更加了解 你看 真的是 不同语言也是好 所以祸福无门 迪伦之招 这两个 不可以读 不可以分开读 迪伦犯一个错误 就是分开读 这里要强调 我们中文 三连要下连一起读的 不能断章取语 不能只是读一半 然后后面又不读了 讲话好像讲到一半 没有讲完 人家就误会了 所以敌人读到一半 没有读完 就搞不懂 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重点在为人之招 OK 而祸福无门 是一个现象 一个祸和一个福 到底是什么 是吉和凶 祸就是凶 福就是吉 我们来形容祸和福 吉凶它是没有一个一定的 一定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发生 什么地方会发生 什么人物上会发生 就是会在我们周遭 或者我们本身发生 看起来像是抽奖 抽彩券 好像这个人突然间致富 好像谁啊 以前的香港首富 现在应该不是他 好像是李嘉诚 什么突然间就突然间 我们以为是突然间就致富了 看起来就好像没门 看到没门到 但是其实是什么 是为人之招 他的门路就是自己招来的 所以每一样事情都是自己 赶照过来的 所以说他后面才澄清了前面的现象 就是说 看似无门 但是其实是只有自己 事实只有一个 就是你自己感召过来的 所以才叫感应 太上老金跟我们说 这个感应的道理是什么 然后呢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然后在隐身 这个霍和福 是由善恶之暴而来的 而善恶之暴 它这个暴的方法是 准准准无缺 刚刚好 就像你的身体的影子 跟你身体的 那个 定身而至一样 一模一样 不会少一寸 不会多一寸 不会多一纸 不会少一寸 然后就 就这样子把整个文章的重点讲出 文章的宗旨讲出来了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 我们所遇到的凶和祸 祸和福 吉和凶 都是自己感召过来的 而这些吉凶祸福 是由善恶的报应 它是由善恶 所造的善 所造的恶 的现象 所爆出来的现象 而这个爆出来的现象 是刚刚好 一点都不差 没有什么所谓的错误 或者是忽略 没有的 刚刚好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开始 讲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依人所犯 轻重 以夺人算 这后面整个过程 算减则平好 多逢忧患 人皆恶之 行或水之 即清 必之 恶心栽之 算尽则死 迪伦也不会 讲太多 但是他就是在说了 我们如果作恶 自己 你看他后面 就自己 自己跟你说了 你作恶 就会有人看着你 就是跟我们讲的 维斯伦的 什么 三十 什么 二十五 还是 三十多星所 十一星所是善的 二十多个星所是恶的 只有四个是 不善不恶的 所以我们的 我们造作的恶 就很容易 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里面 隐藏 隐藏起来的 那个二星所 就是引发 这个恶业的 多过三叶 三倍吧 两倍以上 两倍以上 二十五星所 迪伦这个佛门功夫 要下足一点 好 然后呢 我就是学生而已 你们可以 可以提出 迪伦哪一个地方 迪伦 在佛经营出来 没有赢到正确 直接跟我说 不怕 因为我也是要提升的 要靠你们提升 所以呢 然后就说了 再给你一个道理了 你的 好像是法律嘛 你犯众 犯亲 就罚众 罚亲 很简单 然后再跟你说 是罚个什么 是怎么个罚的方法 是怎么一个 惩罚 先从你的忧患开始 很多啊 忧患是一个 很阔的一个名词 你在哪一个地位啊 哪一个时间啊 哪一个地点 就是忧患不一样嘛 你的父亲 你的忧患 如果你孩子多病 也是忧患 你的妻子 多有病 也是忧患 或者是你跟你家人不合 也是忧患 多逢忧患 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作恶的 逃不到一点便宜 然后他还继续讲 直接跟你说 果报是什么 大家都不喜欢 这个我们就 最近听到 有一个case 美国的 那个安博 跟他的 这个最出名的 海盗王演员 Johnny Depp 这一个案件 现在真的就是 变成人皆二知了 因为真说谎话 不眨眼的 然后还 冤枉的 害了很多人 然后还要在公开 大庭面 大庭广众面前 把人 把这两夫妻的事事 一五一十的 公开 公诸于世 七个billion 就是七百万 七个billion 七百万 忘记了 就全球的人都在看着 人皆二知了 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还不烦 不肯反省 所以大家就不喜欢 就这样 就这样子 行或随之 行或随之 惩罚了 10 million 急庆必知 当然了 没有人肯 没有人敢邀请你 去拍电影 就说安博了 那被平反的Johnny 就回复正常了 开始 所以 恶性在之 到我们现在 所遭遇的 灾难 瘟疫 几年了 2020年 2022年 你还在 已经两年了 还会 还有啊 我们澳洲 才经历不久 那个火灾 我们就来这个 COVID 然后又有 这个乌克兰的 被轻裂的 这一个问题 死又短缺 痛吧 痛哦 痛就要离开了 极了 但是 收回重点 就讲白 讲白一点了 如果不行善 不记得 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情 没有福报 就是这样 因为就是 不明白嘛 所以为什么 有太上感应篇 跟我们讲这一个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了 我先讲了十五分钟的开头 又有 我们先读原文 又有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又有三师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则上亿天朝 言人罪过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这一段 因为中文字 极快快 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读到这里是一段 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因为这个之前说过 有四国之神 是哪一个四国之神 那跟我们说了 现在给我们详细 记载 有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三师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则上亿天朝 言人罪过 到这里是一段 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这是我们人的一生 其实都有 都有一个检察员 不难了解 因为我们在人间 有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警卫 在维持持续 其实在 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 也是有维持持续的 生命 在执行他们的任务 虽然我们现在 可能听到有点 有点说 有点是神乎神乎的 但其实重点 不是在那边 重点是说 你所作所为 一定有报应 而我们可以 通过这一些 四国之神 来了解 其实我们用佛门来讲 就可以圆 万法由心照 一切法由心 想生 这些四国之神 其实是谁跑出来的 你自己跑出来的 你不知道 那是你自己跑出来的 可不是只是心理作用 不是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宇宙的定律 你做东西 有一个度 过了一个度 就会被反噬回来 就是一个energy conservation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我们用科学来讲 就是那个 能量啊 它只会被运输 它不会被毁灭 它会转型 所以你做的任何一样事情 会产生一种能量 这个能量 会反弹回来 所以你产生正能量 好的能量 自自然而 影响到其他的人 然后其他人 就会反噬回来 就是回馈好的 能量回来 所以我们通过 这一些神明 来让我们了解 其实他们就是 我们自信里面的一部分 这样用中文 就要讲到这么深 因为我们已经有 这个文化遗产在里面 不怕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所有两三句中国 自都有这些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 很好的运用 这个祖先丢下来的 文字 文化 所以我们说 自信里面 显现出来这一些 其实是我们的两知 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过很多 影片 真人的 或者是演戏的 他们有时候 做一件事情 做到太过头了 他们自己 会反思 会自己 精神斗鼠 然后开始 开始讲话 语无论词 开始就 时不时 就冒出来了 当然有些 比较冷血的 好像杀伦发现什么 他可以 压制 他这个良心 发现 所以他们 他们就可以 隐藏得很好 但是 总会有一天 会暴露出来 所以这个 就是这样 这是良知的一个 一个现象 那我们还是要 尊敬这个 原文 这个其实就是 神明 其实并不是一个 迷信的东西 就像我们 以前说 不能有飞机 不可能会飞 这个我们发现的原理 能流动的 气流流动的原理 那就会飞了 那我们 三台 别斗圣君 这些 其实 也是 不同原始的 众生 他们有 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责任 就是像警察 这样 观察我们的善恶 那我们 是不是应该 只是讨好他们 不是 我们要有 正确的认识 他们在做 他们的指责 你没有做错事 你会干嘛 要怕警察 你说错事 人家才有 东西抓到了 换起他们 是不收贿赂的 收贿赂 他们就不是 他们没有资格 做这个 什么叫神 我一定要倾听 因为我们 现在是怀疑 至上 所以我在讲 内容之前 我一定要把 这个澄清 神就是聪明 政治 就是神 这样一个 领界里面 一个行业里面 做到最极致 最厉害了 也叫他神 神手 除神 什么了 所以 这个字 不一定要把它变成 像是迷信 来划上等号 这是中国字的特别 所以 他们都是很聪明 都是很正直的 都是是非善 而分得很清楚 况且他又不像 我们人这样子 还有很多这种 灰色地带 是善非善 是恶非恶 看得不是的 他们这个世界 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所作所为 全部都记录下来 谁记录下来 你记录下来 你自己的大 你的脑海 就是一个HDD HDD 不幸可以看 我们这些脑 我们头脑的 这个脑壳 还没有到 达那个阶段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它可以储存 很多东西 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 你自己照 你自己录 所以还是 还是讲了 还是回馈这一句 为人之招 你所作所为 已经储存在 你自己的档案 我们 佛们叫阿赖耶斯 他们就从阿赖耶斯的 储存里面 就是拔出来说 你这一生 干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是 啥也没做 他们就是跟你说 这是你干的 那你就应该要 不受惩罚 如果你干好事 你就应该受 奖赏 那个详细资料 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说 先根据原文来说 三台北斗神军 他是在头上 路人罪恶 躲起计算 一计十二年 一算一百天 大 他们后面有说 大 大二就要躲起 小二就躲算 人的生命很短 就短短 就给你吧 八十年 很好咯 八十年 八十年 如果可以没有痛 没有病 小小病 但是没有那种大病 躺在瘫痪的 那个就已经算是 不错了 你这个人生 对吧 那就躲你十二年 就很够力了 对不起 我的口音出来 就很厉害了 就很痛苦了 好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 都有人在观察 都有神明在观察 都有我们良心 我们自己在观察 我们良心在观察 凡是你做亏心事 那就是被自己 记录下来了 就是被自己 抓到把柄了 而自己其中一部分 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些鬼神 来不惩罚 也就是你自己 惩罚你自己 讲白一点 我们的自信很厉害了 不要看小自己 又有三世神 在人生中 每到更生日 则上亦天朝 也认罪过 这个是在不同的部位 他会有这些鬼神 去观察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思想行为 思想 你的行为 所作所为 没有一分一毫有差 然后会包上去 去记录档案 约会之日 OK 我们说到这里 诗呢 是 则的意思 就是 此说人心 没有神明见察 三师神 住在人身里 凡心意 心头异语 总是瞒不过 更生是天神 决断 人善恶的日子 则是美美 如此的意思 义 是网道 对我应该收文解释 对不起 人生中 每到更生日 我们以前中国 我们用天干地干 迪伦这边 我还不是很好 我会努力的学习 然后 这个是他们的 好像我们讲 我们澳洲是 每到六月 就要算 你的税收 他们就是这样了 每到这个时间 就要算 你的善恶 很公平的 你看跟我们人间 这是 一个镜子 一模一样 则上亿天朝 天朝 朝是衙门 就是说到天上的衙门 就是天上的法官 他们去看你自己的 做的善恶 言人罪过 那就很明显了 师神在每逢更生 趁人好睡 便上到天朝 据实告白人的罪恶 讲白一点 就是你自己良心 会有一个周期 会时不时跑出来 就是整理 你的data 你头脑记录的这些档案 然后他会根据你档案的善恶 而判断 那你把他投影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继续 那我们继续 月会之日 造神亦然 凡人有过 大则夺计 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 有数百事 欲求长生者 先须避之 月会之日 只说每一家没有神明 检查 一月的末日 月会 就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叫做会 会是最后一天 造神 我们之前说过 于静一工 于造神级 我们也听过了 就是造神 在造神的工作 你看 相辅相成的 不要忘记于静一工 还有我们 最近的了凡先生 和于静一工 都是读了 太像感应片的 从宋朝1200年 公元1200年到现在 记载的话 很多 真正改过命运 或者是已经当高位的 富贵的 大富大贵的人 真正 有反省功夫的 他们都用这一个 太像感应片 作为一个 一个参考 一个镜子 他所作所为 有没有犯 犯这个错误 因为这一边 还是属于原则性的 就是宗旨 跟你说 整个原文的宗旨 这个是说善 不是 这个宗旨 是第一章节 我们分 这个就是 他的太宗名义 他的整个文的宗旨 然后再跟你说 他的系统 他是怎么一个系统 然后这边是说 他的善 说做好的 做好事的人 政治的人 是什么一个标准 要有标准的 法律有一个标准的 我们做人 也要有一个标准 自己跟自己喜好 做标准 那就不叫标准了 那就乱来 所以这个就是 做善的标准 什么叫做善 然后善的果报是什么 很公平的 然后后面呢 很多太宗感言篇 其实最核心的 就是这一边 这是一条一条的 我们可以来 根据现实的故事 各朝 历朝历代 到现在 现代我们看到的故事 来作为辅证 这些都是好像法条 这样子一条一条跟你说 你看 很多啊 然后后面就会开始说 他的报应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法条 哪一个是犯法的 跟你一个一个立出来 然后犯法 要怎么被裁判 审判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惩罚 公平嘛 要讲清楚 后面呢 就给一个尾巴 结尾 所以太宗感言篇 文不多 但是他的 可用性很多 他的伸缩性很大 因为你可以把它 用在任何时 好 那提论回到来 月会之日 最后 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赵神呢 他就会 上班了 他开始做工了 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了解赵神 在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我们华人圈 甚至看韩国 日本都有吧 我不是很清楚 总而是中华圈 这个文化里面 就是 很重要的 第一轮 现在的外婆家 还有阿玛家 就是我的 祖母家 都有拜赵神 都一样的 就是说 赵神就是 掌管你家的一个 一个 事过之神 他是管一个 他的单位是一个家 你这个家 就是受赵神来掌管 什么掌管 就看你的善恶 等等等等 警察吧 就是local county county sheriff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他就会根据 你家男女大小 罪过 他会看得清清楚楚 记录下来 也就是你阿拉耶稣 档案里面 就会有这个能力 记录这些 每到月中 执奏三天 一月 一结算 每一个月 他是结算 他是以月为单位 结算你每一个 这一个家里面 大大小小的 罪过 或者是福 所以 于晋一宫 彰显出来了 他们全家人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灾难 还讲述 他的理由 我们一看于晋一宫 就知道 赵神是怎么一个 操作方法 他是怎么一个执行 他是怎么样执行 他的任务 他由他老板 就是天地 去报告 总之就是你的心 不干净 如果你在 从这个不正的心里面 斜屁的心里面 去做 不正当的事情 那当然报应就来了 于晋一宫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他改过的时候 也是很厉害 也是改得很猛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讲到底 还是至少 没有人 能嫁祸于你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能嫁祸于你 其他人都是缘 包括你妻子 儿女 都是缘 他们本身也有 照过 跟你同样的善 或者恶 所以才跟你 投到 一家 什么 不是一家人 什么 忘记了 总之是 你的福报相当 才可以跟你做夫妻 还有可以做一家人 后面就看你自己的造化 怎么改过 这个缘上面 你们能不能把握得好 尺寸能不能把握得好 那说回重点 凡人有过大 这多计 小这多算 这个我刚刚看着也说了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做人要 要趁早私粮 趁早力 定脚跟 提论读的是指甲 这个讲得很白 所以呢 就是 总之就是这样 你犯大错 你就会被夺 被惩罚多 然后犯小错 就惩罚少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 所以为什么后面会说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 只是从那边 我们可以借减 怎么样在 我学我用 让自己会变得更加 有福报 更加急性 能躲避这一种 不必要的痛苦 这是整个 太山改变的重点 就是要你 躲避 不必要的痛苦 躲避灾难 得到福报 得到 开心 得到快乐 真正的快乐 快乐就是从你的 善缘 善因 成长过来 如果你遇到人数 大家都是在 坑你的 还是 让到你很辛苦了 那当然就是 那就不开心了 这应该很明白吧 我讲得很熟了 欲求长生者 先须必知 长生啊 有很多嘛 有些是躺在医院上 两二十年也是长生 有些是很健康的 可以在 他们的黄昏之年 还可以跟他的 老夫老妻啊 或者是跟他的子女啊 孙子啊 来享天伦之乐 这两种长生都不一样 那就要看你自己 造化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说 跟我们说 有人会在观察 你的善恶 然后呢 我们 整个观察的 那个时间 日历是这样子 讲白一点 就是不论何时何地 不要昧于你自己的良心 总之 你能对得起 就是你在自己一个 你在大庭广众 不敢做的事情 你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就不做 那就对了 就这样 这样不要容易懂 大庭广众那种 很丑陋的东西 不好意思做的东西 你在暗地里 你也就不要做 就是做明 开诚不公 光明正大 你肯定是顺顺利利过这一生 那你想要成就佛道 那也是离不开这个 你心中不够清净的话 你就无法滋长你的智慧 还有补体 你整天老是被这些 自己所做的恶 压着压着 你知道 你怎么成长 是吗 每天就是在那边 我很恶 很恶 那就做不出了 你就不能滋长你的智慧 那你就无法提起 你就没有 你就累积不了这一个资量 突破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就结束了这第一章 开宗明义 然后再来介绍 这个太上感应篇 是这些神明 是怎么操作的 总之 他会以夺命 夺算 夺计夺算为主 只要犯得很重 12年就没有了 应该都是谋杀案 还是那种真正 厮杀自己的 我不知道了 我会在汇编 或者是在 这些案例里面 再挖出来 让大家参考 现在呢 敌伦是第一次讲 所以就大概 带过去 就是把那个大杠抓到就好 第二次在复讲的时候 会讲得很细 好 其过大小 有数百事 跑上去 这边已经读了 事道则进 非道则退 不履邪境 不弃暗示 到这里是一段 事道则进 非道则退 这就是避祸 二的方法 凡做事要想一想 合不合道理 符合公义 继续做 不符合公义 那就不要干 这样 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不管你是哪一个单位 不管你是家长 会长 什么长都好 只要你在 你在认 或者是你现在 就是这个身份 应不应该把这个 所以该不该做的 不是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我们要 我们要很清楚 这件事情的影响 会影响到谁 会 这个事情的利害 在哪里 就打个比方吧 如果你在一个单位 公司单位 你本来应该 就是要上报 这一个 好像说操作 银行 在里面 你好像要上报 这一个 怎么讲 好像有些客户 他的那些户口 来得不当 然后你觉得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 就觉得有点 太多麻烦了 太多paperwork 太多东西要搞了 那你就干脆就是 让他过了 而不是如实上报 给有关单位 叫他去 再调查 这个客户的背景 因为我们有很多 这种洗钱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 没有如实上报的话 万一被抓到 这个家伙 确实是来洗钱的 而不是 不是真正的 想要来做生意的客户 想要来做生意的客户的话 被抓到就是很惨了 你整个单位会扣分 然后你自己本身会被 去问 为什么你会让这一个 transaction 这个户口通过 而不是去上报 总之就是 进退 是不是符不符合法条 符不符合这个道义 在这里呢 只是说道理了 还没有说到那边 片中 不履邪静 那我们继续说 不履邪静 不弃暗示 什么叫不履邪静 不弃暗示 脚踏叫做履 邪静叫撕僻小路 譬喻做苟且之事 善人正心 这件事都要做得正经 他看苟且 柴色等事 又如禽兽 路途 必不肯做 从这去到当立三百善 实态上 劝人 作善招福 所以这整个文章 就是叫你怎么样去挤 得到福报 很多人要财富 很多人要好的 家庭倦 就是好的 另外一半 better half 真正可以跟你一起 共度下一半生的 好的伴侣 或者是要好的子孙 不会找麻烦的 不会让你 今天又翻他 后面又翻他 翻了一辈子 翻不完了 那这些 这些果 这些是果报 我们要造什么样的因 才能得到这个果 这边就讲了 一开始就说 事到则进 非到则推 然后呢 不履邪静 不期暗示 所以就是光明正大 事到则进 非到则推 不履邪静 就是不要走 这种 short cut 那种所谓的快乐 好像我们有看过很多豆腐渣工程 看过很多那种 尤其是 或者是在餐馆 餐馆生意的 他们做菜的时候 有没有根据 真正的工艺来讲 就是说 要清理好地上 每14个小时 要做好 这个 清洁工作 然后菜呢 好像他们有些失肉的嘛 有些是超过了 两三个月就要清掉 不能储存太久 因为会腐烂 害到客户的身体 还是说他们为了要 赚点快钱 就那几千块 可以赚多少 我不明白 就是想赚多那么一点点 或者是很多 我正想不通 怎么赚多了 但是就是 想要赚多一点 要 为了要讨多一点便宜 去搞这种 就是 什么 就是为了省那么几块钱 或者几千块 就不把这些坏的食品丢掉 然后还要 找很多方法去涂盖 或者用多复杂工程 那个更厉害了 本来是用钢铁的 结果是放的那种 那种不是真的用钢做的那种 总之就是 通工减掉 所以就是协劲 超小道 以为很快就达到还要的目的 我的单交上去了 或者我的饮食交上去了 然后我的客容量过来了 问题是长期以来 你以为这种东西不会被发现 是不是 很多为什么被举报 就是这样 吃到人家突然间肚子饿 不是 吃到人家拉肚子 或者是甚至生命危险 豆腐加工程那个就更惨 就是你建好了这个商场 本来人家大家 一家人可以很好的 在那边享受 结果因为你的多复杂工程 就整个倒下来 所以就是恶性循环 不欺暗示 欺暗示 欺是遮瞒的意思 在这里 欺骗的意思 暗是阴暗 事是防事 如果真正做善的人 他每件事情很真诚的 就是一就是一 恶就是恶 不会跟你去搞 搞什么的 就是 货真价实吧 丝毫不欺人 在防事 阴暗处 鬼神一定晓得 难逃过法 对不起 还没看完 欲人柴色等类 虽可欺瞒人 但鬼神一定晓得 难逃过法 过法 善人必不肯做 二句从 逼或过中 抽出最紧要处 借人 警戒人 是做善人的开始 所以 作为一个 所谓的 good person a good man a good woman 有什么标准 这边就已经说了 犯法的不做 为非 伦理道德的不做 违背 就是因果的不做 违背自己良心的不做 违背自己父母 家人的 因为他们爱你嘛 所以你做的东西 伤到他们了 那你不做 非道者退 就是你应该做 应该不做 就以这个作为标准 然后后面就说 不理协尽 不起暗示 不管你在做事情 或者是你自己 一个人在家 或者是你 个人相处 relationship 这一个地方 你什么东西 什么尺寸 什么度 应该要避免的 避闲的地方 是什么 要很清楚 有些事情 不是说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了 有些事情 不小心发生了 你就挽回不了 我就拿一个例子吧 于静于公的一个 一个案例 就是他的脑 就像我们现在讲 就是谐音很重 他的思想里面很多谐音 虽然没做 就是因为没有缘 才不会做 不是说 跑出来了 还不会做 而是他没有这个缘 那赵神就劝他 你要学鲁男子 就是鲁国 孔子的那个 春秋战国时代 一个鲁国 在现代的山东省那边 这个鲁男子 就是说鲁国的男子 他有个经历 他在那个时代 孔子承赞他 他不能做到他前线 我还是没找到名字 有个叫姓赵的人 叫做怀不乱 那个坐怀不乱的典故 就是 这是关于 怎么讲 能守住自己的心 不被这个 耗射的这个 去死而 犯下错误 邪音的错误 所以这个前线 叫做坐怀不乱 他这个家话 是从他 有一天遇到一个 差不多被冻死的女子 然后呢 他就直接把抱进怀里 用他的 那个棉被还是什么 盖住 就整整抱了整个晚上 但是他的心没有移动 根本就 不会 就是说 没有动一丝毫 等这种邪念 谈篇一合 就是磨豆腐 没有那种想法 所以他就 后面的人听到了 就是称赞他 但是这位鲁国男子 他自知自明 他类似的情况 他隔壁邻居家 有一个女子 他的家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住 然后他那个 房屋已经被倒塌了 还是什么 因为风很大 还是这样 然后呢 他就跑到他门口 那边敲门 他就问这一个 鲁国的男子 就问他 可不可以在你的地方 结束 他自己很清楚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的屋子倒了 结束肯定不是一两天的 可能就是几个月 说不定 所以他就很明白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做不到这一位 新造的前嫌 能做坏不乱 人家坐在你怀里面 你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干脆拒绝了 那我相信他是 他也会把他 引到 衙门那边 或者是 那些慈善机构 当时的慈善机构那边保护吧 那时候 重点就是 他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又是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他就 坐怀不乱 所以他就是 做到不期暗示 自知之明 然后 来避免自己 做了这一种 损应得的事情 所以后面他就很 不用说了 后面的后果很好 大概大概是这样吧 不履协禁 不去暗示 不履协禁呢 可能可以对于你做事情的一个标准 不超小禁 如实而办 这种我可以好像想喊口号这样子 但是 真正实际上 你在公司 你在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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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 还是哪一个单位 做工的时候 你自己就知道 你也会看到很多人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是 不是叫你拿去衡量人 是叫你去看到你 所看 所做所为 你拿这个来做标准 你就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所以就回到这边了 该做 不该做 然后你自己本身就 讲白一点 要做好就是一个一条心而已 你要做坏很多条心 一条心跟很多条心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 一条心 甚至的就这么一条心 你可以说他有点笨 会说他有点吃顿 但是你没有听过大字 大字落语 这个说法 一个很大的 很聪明的人 他只会显出一个很顿 很浊的样子 很有智慧的人 或者是说很有富有的人 真正会 真正有能力 承受自己富贵的人 他不会炫耀的 炫富的 炫富的人那种就是 不长久了 他会穿得很普通 你感觉他好像是一个 什么街边的一个阿伯 还是什么的 结果不知道他是上百亿的资产 很多啊 好像我们到之前 他有很多种董事长 他那个身价很高的 看他们穿得很纯朴 或者是有慈激 基金会很多那些董事长 他们突然间去切菜 切水果 人家都不知道 这就是 这就是大字落语 或者是高深不谈禅 老将不谈兵 类似的 因为他们 他们有内涵 有涵养 所以他们不需要去炫 对不起 有一点跑 那我们继续吧 还有五分钟 积德雷公 慈心余物 善心存熟便是德 善是真实便是公 从少到多叫积 从低到高叫雷 积 德 要像巨钱 储存钱一样 渐渐天多 雷公 要像竹墙 渐渐高大 善人家里富有 便要学 穷厌山 犯文正 家贫 也能笔舌圈人 经历办事 发心要真要奸 要利 要勤 要久 前贤 说道 凡做善事 必要功德圆满 方人感格天神 趁早去做 道德积累日子 便是圆满处 若做以两件善事 便要要福 便要求 腰不动的 这个好吃 这句包括 孝文重战 是做善人的总要 那我就说 我自己前句吧 积德雷公 你老实厉害 OK 积就是从少到多 得 雷也是一样 从高到 从 从 从低到高 积是从低到高 雷是从少到多 就像你 储存钱 这样子 要慢慢 慢慢储存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像很难 所以要花十年 时间慢慢累积起来 然后慢慢做的 做的很熟了 很纯熟了 那个福报就自然就来了 所以讲白一点 就是做下去就对了 是对的东西就做下去 不要一直想 我福报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得到我要的 这样子的话就没福了 露出来了 刚刚我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讲这个 就是说 很高 真正的高僧大德 不是恭维的 真正的高僧大德 真正的大富大贵 真正称得上大富大贵 就是说能保存的很久了 很多代了 有能力 hold住他的 hold住这些福报的人 德行的人 他都是每一天 这样子累积累积起来 而且他不会急于要用他 或者是急于去 受给全部人 献给全部人 越是高德的人 他越不会到处讲什么 跑去去讲 好像显到自己很有学问 这样子 或者是很有残疑 这样子 反正你觉得他们很普通 去砍财 好像仙宫老和尚 砍财 缝衣服 爬树 摘士子 去种菜 一个两个看不起啊 就觉得他是一个农夫 没有受教育 没有上过大学 连中文字都读不懂 不是字 问题是他的那个程度是什么 他是佛陀的这个程度 他的那个开悟的能力 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一个很富贵的人 他每天就是 驾一个Toyota Corolla 或者是驾一个很普通的车 他也不需要去驾一个什么宝马 买那种 贵到很要命的 那种什么山间的那种物质 我不是说不能 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很值得 就是能承受得起大富贵的人 就是这种人 不急于炫耀 而且后面 慈心于物就跟你说了 慈心 是慈悲的心 这个字是和天地人 与万物 总叫做物 凡有生 生气 就是凡有 life 活的东西 都有人 如陶人 心人 等 包括植物 人的人 便是慈悲的心 出处包食 就带出来的 这一点 胎原 什么叫 剥消不得 善人时刻 具有善的念头 一道 带人 接物 便恳切地流露出来 前仙说人 性气 亲人 性气 亲人的 受福 必搏 乃至慈心 正是胸头的 暖气 这就是 基伏 累功的本 做善人的根源 就是说 你做人 就是很 warm hearted 不是冷清清 很 cold 很冷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 他内心 是很温暖的 一个慈悲的人 永远都是很温暖的 每次都要利益人家 流露出来 自然就流露出来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这些 累积出来的厚德 还有 可以说是 高富 高贵 高德 这些东西都 不是说你叫 你抓住 不要流出来 而是你在 日常生活中 很朴实的 就出来了 像行为老 像是高德 高德的人 你看他 每一天 种那些菜 种那些农作物 给谁 自己去 买卖 然后让自己 祭福 不是吧 他拿来 好像中国那时候 有水灾 那个省 南洋 南洋省 太阳的洋 那边有水灾 他把他的 那个农作物 捐给国库 这个大气 他都轻辛苦苦 做了几年的农作物 全部给国库 需要的人 就给 一个和尚 本来 本来不是生产的 他去农作 然后还给那些 贫穷的在家人 你看 是高德 他不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累积 这个德是怎样 累积 就是从 这个布施那边来的 那些高贵的人 真正 称得上贵 称得上负 贵就是说 你的 名要显赫 讲到佛经上 就是你的身名 威扬 这些人是怎样 他一定是 如果他能保得住的话 他一定是 时时刻刻都是 很慈悲的 很会利益人家的 想到人家的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是温暖的 他这个贵才保得久 富也是一样 他时时刻刻都会想要 给 给 一有在那给 到哪里都给 他也不会想这样多 他就给 他不会想 我的那个税 可以扣多少 percentage 那些也是 靠着前世 或者靠着祖宗 留下来的 那个德行 保不久了 自己 能产得出 永远不断的富 永远不断的贵 这种人 他的内心 就是此心于物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都是很 温暖 慈悲 利益的 所以这一个 我希望就是 讲到点上了 比较白一点 就是 你该做 不该做的 就要依俊良心 而我们现在 把这个文字 作为我们的一个 把泰山口 作为一个标准 以建立一个共识 因为这个是 全世界都 都有这种三轮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共同的观点 他们做事情 光明磊落的 有时候外表 看起来像 很朴素 或者迟迟顿顿 但是他们一做起来 他们就是 100%的 没有 没有偷偷藏藏 多偷藏藏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 说全部人都是圣人 人非圣贤 书人 五国过二 能改善 莫大眼 所以没有人是圣贤 那我们也不可以 说要求人家 每一方 每一面 而是说 我们看到他们 有关于符合这些的 或者是 在这边引申出来 那些善的 我们赶快要学 像你上班 你要怎么样 受到重伤 受到重视 就是说 你要怎样 把你的事业做得好 第一就是要赶快吸取 行业上面全部的知识 行业上面的那种 下一点功夫 人家跟你一样 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人家只是做到 就这样了 就了了 你是做到了 然后你还要去了解 怎么做到 还去帮人家怎么做到 这样你才能累积起来 这样的功力 所以德行和累功 这个功课 我们说到此题 然后下一次我们 希望可以更具体的 把例子摆出来 让大家既听到道理 也听到实例 这样就比较容易 放在生活上 运用 重点就是为了要用它 然后要了解 然后再用 那迪伦 这次习讲 确实有错误和疏漏的地方 请您 请作为同修大德 批评指正 这一点 迪伦很清楚 准备不够 也临时起来 本身的功底也不好 但是感谢大家 可能给机会 请多多批评指正 我们一起努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先念佛 然后回向 然后就结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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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讲经 洗讲 念佛等一切功德 回向给世界各地苦难众生 回向给世界各地累结 冤亲在主 一切有缘众生 还有世界各地政法道场 四种地质 希望世界灾难减少 大家 既得累公 开始了解 做善得福 做恶得祸的道理 去疾避凶 进而去疾避凶 改善我们世界的生态 还有我们世界的人事环境 上报四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周继续 喜讲这一个台上干影片 感恩 阿弥陀佛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吻者 订阅 吻者 订阅